李朝勇又清卓周游脸颊晒恩爱 资料照记者中志凯台北报道 周游惊爆于李朝勇濒临离婚边缘 情绪崩溃 关键原因就出但李朝勇偷吃被抓包 今虽李朝勇否认此事 但周游周边有人都心知肚明内情 今与周游情同姐妹的鸟兰妈无名受访大暴怒 不要再讲这个了 男人怎么可能去承认呢 但你已经八十岁了 不是三十八岁呢 你能活多久 在二十年好了 将来身边没人怎么办 周游又与鸟兰妈无名情比姐妹深 翻设字无欲生脸书 鸟兰妈劝周游不要再钻牛角尖 他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啊 但到底要人家怎么办呢 杀了他李朝勇 妈夫妻不就是床头炒床伪汉 鸟兰妈说他将大骂周游 他是我姐姐 当然我是有话直说 跟他是必亲姐妹还亲 真的他不要再闹了 已经八十岁了 你们旁边人也不要再看笑话了 我感觉到自己相当地没人 我感觉到我的好 capita 我也不会再看笑话了 也挺有写的 他无法再开创载